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會介紹一間位於銅鵝灣的餐廳 以食自助餐為主 餐廳名叫做Mr. Stick 有趣的地方,你讀這個名字 後面的字一定會因為前面的Mr. 已經用了力 後面會變得很細寫 你剛才在門口也看到他放了飛駝牛 其實這裏也是以食飛駝牛,是很有名的 或者在這裏也用我來介紹一下 為何我們自家兄弟這個系列都會說一下 這些飲飲食食 因為我們本身主打一些居住有投資為主的話題 但我們也發覺你努力工作 其實也是為了一個好的生活 所以消行娛樂我們也會定期有這個推介 昨天我兩大一世 他讓我坐的位置是四人桌 也有私人桌,很不錯 現在看看畫面所見 先看了一個甜品區 女士和小朋友喜歡吃的甜品都已經很齊全了 我會先介紹整個餐廳裡面到底有什麼食 然後再告訴你我拿了什麼食 中間這個位置其實有些沙律,凍食等等的東西 另外這一邊就是海鮮為主 我看到人們一開始吃都是吃這些蟹腳等等 這條隊就是冷的海鮮類 看到有凍蝦,青厚,長腳蟹,蟹腳 腳蟹的後面還有一些背類和大的螺肉 蟹腳不像其他的酒店時座長期全 但這裡的蟹肉我覺得就中規中矩 看了一些唇翅身 就只有這幾款,多一樣都沒有 壽司給我上任中清得快 因為它有兩邊的 我去拍的時候只剩下一邊 三蟹可以說是比較多人排隊的一個位置 但我自己只拿了一次 三隻小小的蟹 不是說不OK的,不過我覺得特別嚴重 總色熱色也是我每次去自助餐最不太興趣的一個部分 除非你很大吃,要吃得很飽才會拿這些東西來吃得多 我寺廟當日只試過菜品 眼前這個位置就是拿坐賀非糖牛的位置 大部分時間都排隊,不過不會等到很久 大概兩三個人左右 再看另外一邊,就有一個位置拿些漂亮的豬肉吃 我試過一片我覺得OK 不過用價值去比,豬當然是不夠的 雪糕我那天就沒有試 但是阿仔本身喜歡吃雪糕 他都沒有吃光,所以我打算是雪糕 這番雪糕的配料也算是多少 太太就覺得這裡的蟹腳 就不敢變大的拿肉好吃 我覺得兩東西都中威中舉 因為其實我吃過一些比較差的蟹腳 真的有一點 這一份是成為阿仔吃的壽司紅棉 我自己就主力吃前身 還有第一次試過的三隻生果 以前只是我喜歡吃拿肉 這次太太都說好吃 那如果你也是喜歡吃那個人 可以試一試這些拿 那它的肉都很濕的,很容易就拿出來 吃東西以外呢,它也有些腸口 甜品就心太軟 特別之處是那些廚師可以按你要求畫公仔或者寫字 我見大部分人都是提字的 寫上可能生日快樂,愛你之類的一些原句 這個東西都挺適合情侶或者一家人想表達愛而自容 它一個人就可以製作一隻碟的語句 我們三個人就各自有不同的說話 那阿仔就以畫公仔為主了 回到重點,我最後才試這個心太軟 太太跟阿仔試都說好吃 我都故意慢慢切開它,提起裡面的珠果汁流出來 我個人都覺得味道是相當不錯的 湯方面,第一彎我是叫中湯 其實我個人以往都是喜歡喝中湯多一點 但之後就沒有中湯,就變成了一個酥皮海鮮湯 其實它是龍蝦湯,味道也不錯 可惜缺點就是非常之少 我自己最後才拿飛駝牛來吃 小吃多滋味,它只是給我一片 但也真的好吃 另外這個豬肉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去到最後就Encore多一段的裸肉 太太跟阿仔做得很漂亮的 另外第一彎的蟹腳我個人是試得比較少的 所以我都再拿多一次蟹腳 這裡的蟹腳的好處是肉是挺容易起出來的 最後拿了一些甜品給阿仔試 味道應該就不算十分好 因為它這麼偉食都沒有吃完甜品 買單算了,就1140元兩大一小 那就有折扣的12%左右 但後來才知道原來經HKTVMORE買是更划的 我們這個價格可以息到7點半鐘的時段 有龍蝦吃的 無論如何,希望你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介紹其他餐廳 拜拜